学打乒乓球就看全民学乒乓 本集由乒乓球第一教训网站乒乓网制作播出 网址是啥来着呀 乒乓网传拼点抗目 全民学乒乓乓开课开课了 乒乓球国家高级教练一对一免费技术指导 名额有限哦 赶紧上乒乓网报名吧 DONOR123的这位学员呢 他的技术水平也还是不错的 我看了一下啊 正手攻球包括正手拉球啊 反手技术都还不错 还是之前我们强调的这个重心的问题啊 包括这个手臂的和身体的这个协调性的问题 啊还是感觉这个手跟脚啊 他不是一个整体啊 手是手脚是脚 他转的时候呢 他可他也许在刻意的去转动脚下 但是呢他和身体的配合并不是那么协调 所以给人感觉看起来就有点怪怪的 他打球的时候这样 推的很多啊 这个手臂推的很多 但是真正转腰 转腰的这个力量 他没有用在手上面啊 他是在脚下面蹬转 我们脚下的蹬转 是为了把我们这个脚下的力量 传导到我们的上半身的这个肢体当中 如果你只是去蹬脚 但是你的力量依然在下面 没有传导到上面来 没有靠这个腰传导到上面来 那你的蹬转做的就是无用功 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 我们的这个步伐的训练 不是为了去练步伐而练步伐 它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动作本身 有时候我们这个步伐其实很简单 单步跨步并步跳步 它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无非是这个跨步的 蹬转的这个距离长短的差别 是吧 再就交叉步 其实步伐也就两种 一个是交叉 一个是跨 跨只是分 跨的距离 长和短的区别而已 所以说我们这个步伐 你不要刻意的去学它 对吧 你把这个真正的 身体的配合好了 经常的去练习多球 把这个脚下的这个动作 跑灵活了 是吧 启动快 为什么我们看这个专业运动员打球 他这个脚下就像安娜这个弹簧一样的 是吧 他总是时刻的保持这个身体的这个弹性 他不是为了脚下弹性 他是为了你身体上半身肢体快速的启动 包括你脚下的这个弹性足了 你可以快速的跨步出去 大角度的球 去抢拉这些大角度的球 这是这个步伐的核心 他反手这个拨球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这个重心没有回来 在外面 插着个腰子 练球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腰插着 包括有时候看一些专业运动员打球的时候 练球的时候把这个腰插着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你打比赛的时候 你可能插着腰去打球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你一定要把这个手 为什么这个左手 要讲究他放松 放在身体负前 他是把你的重心放在中间 你这样一插 你的这个中心不就全到了右边吗 全压到右边了 对吧 所以说打球 练球的时候就好好地练 认真的练 是吧 你玩的时候就好好地玩 把自己的动作打规范 再一个他反手拨球呢 就是 引拍 我一直说这个引拍 可以横拨的时候 你重心还是要低一点 他重心还是比较高 你可以和球台平行 你也可以低一点点 但是你不要完全地垂在球台的下面去了 这就不叫拨了 那就是那就是撕和拉了 撕和拉的这个技术动作又不一样 对吧 这个摩擦的这个手腕的动作又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搞混了 你推就好好的 这个拨球就好好的去拨 高于球台台面 去击打成分多一点 拉的时候就好好地练拉 不要拨得像拉一样的 拉得像拨球一样的 这个练的就没有 没有多大价值 再一个我还要反复强调的一点 就是这个我们练发球机的时候 这个球速不要太快了 你一秒钟出两个球 或者1.5个球这种速度出来 你第一板动作还没打完 这个球已经到这边来了 你怎么可能把你的技术动作给做完呢 特别是你练拉球的时候 球尽量放慢一点 把这个技术动作体会出来 重心下来 你如果说球速快了 你重心下来 你来得及第二板吗 对吧 你练球你来得及第二板吗 你就会强行地让自己 重心变高 手臂抬高 去这样拉 那就跟弓球一样了 没有质量了 所以这个球速啊 我一直强调的是 刚开始练把球速放慢 等你练熟了 就去对打 发球机是用来固定我们的这个动作的 是用来动力定型的 它不是来说像对链一样的去打 打这个球速 因为发球机它发出来的球啊 毕竟它没有人发出来的这个球 这么的符合这个物理规则 你发球机如果去 连续性的去练多了 它顶多是起到一个动力定型的作用 如果你是错误的动作 反复的在发球机上面打 那也会形成错误动作的动力定型 那以后你再想改的话就非常的困难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 不停留下来